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嫩严经》里面佛在后面 很开始的时候 他教很多的大菩萨 讲自己曾到的经历 有那个什么呢 从舌根正入的耳根 然后眼根的各种方法都有 就是我就说十八戒元通 所以眼根元通耳根元通十八戒 都六根六成十八戒 那个我能够听懂 但是听懂了这个算 算什么一个 也是认知上的 也不算开悟 听懂就去证啊 修啊 你不听懂咋修啊 你都没听懂佛再怎么讲 讲个法不你没听懂 你不会修啊 你必须先听懂才能修啊 那些大菩萨是在正量很高的情况下 然后佛给他说这个 他就一下就证了是吗 他们的好歹在会场上的可能有果位的 有果位成就就是他们已经证到一定程度了 真的半斤八两了 佛突然哪块卡住了 佛一说说通了 他一下证过去 因为死中是心灵的障碍嘛 你不原通还是你心在分别执着嘛 你执着在三维的人道的时空里了 你对人道的时空 人道的各种名相啊概念啊 或者是见闻觉知常这些东西 不再执着放下了 那你出了人道了嘛 打破了 那我们就像 可能先开始有光明 你就是进了天道了嘛 你还有天道的执着 你再执着光明是天道 你再往最后到十方 那就圆觉境界就叫圆通嘛 嗯 那我们就像 那个 一个 一只小蚊子 摘在蜘蛛网上嘛 嗯 自己出来不了嘛 那佛不是已经出来了吗 把我们从蜘蛛网上 拿下来 拿下来你也不知道啊 拿下来 你去蜘蛛网上 就像一只蚊子蚊子 蚊子会解脱轮回吗 他第二天还会摘上去 就算你拿下来 他也不懂得感恩的 他也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是你拿下来的 是吧 你说哎 他不懂感恩的 他根本就不知道是你救了 如果被放下来 我就知道 是吗 所以 所以你现在 你每一次开悟 你都要感恩啊 你不学经典 你不学经典 你怎么懂得放下执着呢 这回事呢 所以你刚才说 哎呀 我放下 不知道是佛菩萨的力量 还是我自己的智慧救了自己 但所有的智慧来自佛的教化 如果没有释迦牟 你们出来弘法 我们是不知道 有放下分别之作这件事 也不知道 可能我们不知道 有地狱有轮回这件事 是吧 我们活在这个 这一百年以内 是吧 那么我们每一次 就算是我们开悟自己开悟了 或者我们靠自己的智慧打起来 你要懂得感恩啊 你没有经典 没有佛菩萨的生生世世的救度 你根本就不知道有佛可成这回事 不知道你的 所以我们要感恩嘛 嗯 就算是你的聪明都要感恩 所以每一次开悟 每一次解脱 心结解脱都要去感恩 懂得这回事 因为没有佛的道理 没有佛的道理 我们是不懂得解脱这回事呢 所以呢 其实佛的智慧 就属于灌顶了 佛的道理 给你讲清 那个道理就属于灌顶了 一帮你从蜘蛛往上掉下来 解脱了 嗯 就是说听懂 那道理就已经是 已经是灌顶了 你的心结卖开嘛 你心结打开了 气脉也舒畅了 这也就是灌顶了 但是圣灵觉受和实际一样在干 一样受控制 你还没有 没有 没有 想念 是是 你继续啊 继续啊 继续边修边学佛的经典啊 继续学佛道理 你一直到圆正为止嘛 你刚开始解脱一下 你没有成就嘛 你还在人道嘛 但是你已经比你的以前进步了嘛 修正是不断的进步的 你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就可以了 慢慢来嘛 一点一点的哦 不是一下子你就证到佛果了是吧 你还会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